钟慧是司马昭的心腹,灭蜀后为何起兵反叛?原因没有那么简单。 钟慧之乱,这段蜀汉灭亡后的插曲有太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其中钟慧反叛的动机便十分令人不解。 那么身为司马昭心腹的钟慧为何会选择起兵叛乱呢?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钟慧,自世纪,尹川常摄人,钟慧出身的这个尹川中世,在当地是地地道道的世家大族,非常有名。 钟慧的父亲是太父钟慧,哥哥是青州刺史钟育,母亲是钟慧的妾室张普昌,钟慧出生的时候。 父亲钟慧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老年得子的钟慧对这个小儿子十分喜爱,钟慧的母亲张普昌是个妾室,能够平安地将钟慧生下来也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 钟慧似乎是从小就继承了父母的智慧,年少的他显得异常的聪慧,在钟慧五岁多时,钟慧曾带着他去讲记家串门, 讲记称赞钟慧看眼神就不是一般人,将来绝对会是个不一般的人才。 事实也证明钟慧确实聪明,在脑子智商方面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在钟慧五岁的时候,八十岁的钟慧去世了。 父亲去世之后,钟慧的母亲开始越发严格地督促起了钟慧的学习, 母亲严厉地督促再加上钟慧的自身天赋,使得钟慧七岁便能熟读论语, 八岁诵诗,十岁熟读,上书,十一岁熟读,义,十二岁熟读,春秋左侍传,国语, 十三岁熟知,周礼,礼记,十四岁熟读中咒写的,义记,十五岁进入到太学, 博学多才的钟慧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成为上书郎,正式开始踏入官场。 而在钟慧的众多才艺当中,他最精通的就是玄学。 而且名气与当时的玄学代表人物王毕不相上下,虽然钟慧并不是家里的长子, 但是钟慧也算是上流社会公子哥当中的名人, 从小就跟这些王公大臣子弟们关系都不错, 尤其是跟司马迦的几位,更是关系好到了能为其出谋划策的地步。 高平林之变后,司马迦当时作为曹魏的最高发言人, 召开了一下内部会议,决定把老板给开了, 钟慧此时就是司马迦的第一谋事。 正元二年,钟慧跟着司马师前去淮南评判, 而司马师因为之前生病的关系,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比较虚弱,所以原本朝廷的大多数的官员都劝司马师别亲自去, 但钟慧等人却觉得冠秋简与文青等人不能小看, 还是劝司马师亲自出征。 但意外的是,后来司马师并没有逐渐好转, 而是突然就在许昌去世了, 接下来就是司马昭接手大权, 钟慧则是继续充当司马家的智囊, 就在司马家正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 朝廷突然下令,表示东南地区的战事刚刚平定了, 让司马昭既去留在许昌, 负责接应之事, 而司马昭手里的军队则是由复古带着回去。 此时的魏国皇帝曹毛其实就是想借着司马师刚死的机会, 趁机将司马家的兵权给拿下, 钟慧作为司马家的大脑, 肯定是不能够就这么让司马家吃了曹毛的亏。 于是钟慧就与复古商量, 让复古上表朝廷, 表示他会与司马昭一起退到洛阳南边去魏国分忧。 朝廷一听这什么话这是, 这什么话? 你这哪是魏国分忧啊? 你这明明就是存心给我们添堵呢? 朝廷眼看着复古也是指望不上了, 于是无奈只能拜司马昭卫大将军, 辅政, 任钟慧皇门侍郎, 甘露两年。 此时的曹魏也算是步了东汉的后尘, 频频出现军阀拥兵自重的情况, 曹魏朝廷这个时候想要招诸葛诞回京, 于是找了个理由说是任命诸葛诞为司空, 让他赶紧入朝上班, 此前钟慧的母亲去世, 这个时候正好在为母亲扶桑, 钟慧得知消息后算定诸葛诞肯定不会乖乖回来, 于是钟慧快马加鞭想着赶紧把这个消息通知司马昭, 司马昭听说后表示, 命令都发出去了, 也不好半路撤回来, 先进观其变再说吧, 之后诸葛诞这边再接到朝廷的诏命之后, 其实心里也知道朝廷完的时候什么路子, 诸葛诞为此非常担心, 于是装也不装了, 直接就举兵造反了, 曹魏朝廷这边在得知诸葛诞谋谋反的消息之后也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为帝曹毛御驾轻征, 带着二十六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就要去收拾他, 之后再向县停留, 司马昭随之也带着司马家的大军抵达寿春, 终会跟随左耀, 诸葛诞为了能够抵御曹魏而向东吴求助, 东吴这边派出去了文青、 全义、 全端、 唐兹、 王座等人以及东吴的三万大军前来支援, 但当时全义的哥哥的两个儿子, 全辉与全义在剑夜惹了官司, 因为害怕追责的关系, 这俩人就带着老母亲和自己的布下过江头靠了司马昭, 终会一看这来亲戚了, 心里寻思着这是好办多了, 于是终会出计, 他私自替全辉, 全义写信, 并派他们的家人去给全义送信, 在信里终会欺骗说, 吴主因为全义等人迟迟没有拿下寿春而大发雷霆, 要将他的家人统统问斩, 因此大家才决定全部逃命到了北方, 全义等人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非常害怕是否真的会被吴国这边处罚, 所以直接就开城投降了, 主动投降的人都受到了曹魏这边的优待, 诸葛丹身边的人也开始越发的无心战斗, 离心离德, 在攻略寿春的过程当中, 终会献祭最多, 也正是因为这次寿春讨伐战, 终会开始越发的得到司马昭的宠信, 此时的终会被人比作西汉的谋士张良, 他现在的角色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刘备身边的法政, 曹操身边的巡御, 是深受司马昭信任的角色, 班师回朝之后, 朝廷打算给终会升职加薪, 但都被终会拒绝了, 一直担任司马昭心腹的职位说啥不换地方, 后来朝廷又想给终会提升爵位, 终会还是拒绝了, 无论朝廷给多少好处, 他就待在司马昭的身边, 非常坚定, 因为他不受封赏这个事, 曹毛还为此特意表扬了终会功成不拘的态度, 没过多久, 曹毛知道国家大权已经不在自己手里, 于是打算召集百官废除司马昭, 曹毛为此奋慨地表示,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我不能坐以待毙, 如今就带着大家去讨伐他, 后来曹毛要收拾司马昭, 这是被人告密泄露了出去, 结果就在曹毛带着人抵达司马昭家门口之, 正着奋慨激昂地唾弃司马昭之时, 曹毛被承继给一刀捅死, 司马昭顿时大惊失色, 随后将承继等人推了出去顶锅, 并立曹羽之子曹皇为天子, 这个时候, 或许司马昭是想要将天子之死的内部矛盾转移, 也可能是因为想找机会为自己立威, 总之司马昭决定开始法蜀之路, 对于司马昭讨伐罚蜀国的这个事, 大臣们都觉得恐怕不行, 都劝司马昭说还是别了, 此时仍然只有中会支持司马昭的决定, 并开始认认真真为司马昭谋划法蜀的具体事宜, 警员三年冬天, 法蜀大战正式开始, 警员四年秋季, 魏国大将邓爱, 带着三万多人与姜维展开正面对峙, 负责吸引姜维注意, 而诸葛旭则率领三万多曹卫士兵, 负责绕到姜维的后方负责阻断姜维的后路, 防止他们逃跑, 中会自己则带着十多万的兵马, 兵分两路分别向姜维进军, 行军路上, 中会让许仪一边走一边在前面修路, 自己则是带着大军在后面稳稳当当的过桥, 这期间有个插曲, 就在中会大军过桥的时候, 战马一下子将这个桥面给踩穿了, 踩了个大洞出来, 耽搁了行军的进程, 因此, 中会直接下令将许仪斩首示众, 丝毫没给许家面子, 士兵们听到了这个消息无不为之恐惧, 一代曹卫大将许楚之辞, 就因为个桥面没整好就给砍了, 死得也挺憋屈, 蜀汉这边在听说是中会带军前来, 一个谋士从幕后到了台前, 想必是很难对付啊, 于是蜀汉命令各个据点都不要与其交战, 后退到汉城与乐城到城内固守, 中会见对面不跟自己打, 中会也不着急, 让荀凯与李甫各带领一万人分别包围汉城与乐城, 不将出去干活后中会自己这会则是不紧不慢, 出城来到了诸葛亮的墓前, 派人去祭拜诸葛亮, 在诸葛亮的墓前逗留了片刻之后, 中会怕狐猎作为前锋击破关城, 拿到了关城内的粮草储备, 将为这边此时打算撤回关城, 结果在阴平的时候遇到了截断后路的诸葛序, 跑到一半又听说关城已经被拿下了, 无奈只能退到白水, 在剑阁与张义等人一起准备防御, 中会此时则正忙着劝鼠弟的百姓们不要抵抗, 尽快投降, 后边邓爱一路追着姜维跑, 眼看着就追到了殷廷, 邓爱本想绕过剑阁, 直接从汉德阳进入到江游, 在一路直逼成都, 走一半邓爱遇到了同样在追击姜维的诸葛序, 于是顺带就邀请诸葛序与自己一起沙往成都, 诸葛序听后连忙拒绝了邓爱的邀请, 诸葛序表示现在上面还没有下命令, 这什么急啊, 而后转头就奔中会去了, 不过这个时候中会却起了点小心思, 中会趁机打诸葛序的小报告, 说诸葛序打仗不积极, 态度有问题, 而后直接送了诸葛序个球车, 一路让人把诸葛序给押回京城了, 自此中会独自掌军队大权, 除了冲在前面的邓爱之外, 曹魏派出的军队全由忠自己说了算, 这或许就是掌握兵权的感觉吧, 这感觉真不错呀, 蜀汉这边间隔依靠着地理优势, 可以说是对曹魏严防死守, 就耗着中会, 中会一时半会也攻不进去, 就在中会还在为粮草的事情发愁, 想着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时候, 邓爱得手了, 邓爱因为不走寻常路的关系, 一路从绵竹打到了成都, 姜维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把马都骑飞了往回赶, 一边赶一边默默祈祷成都, 一定要挺住啊, 但谁知道刘善根本没挺, 直接就开诚宣布投降了, 姜维在得知消息之后瞬间就不飞了, 飞再快也已经没有用了, 就这样, 蜀汉亡了, 姜维也投降了, 曹魏也不用再打了, 蜀汉也不用再打了, 大家都感觉轻松了, 唯独中会此时的心情, 似乎和大家的不太一样, 而当姜维来到了曹魏之后, 中会并没有将姜维看作是一个王国之臣, 相反的, 因为立场不在不同的关系, 中会与姜维关系也越发的亲近, 亲近到了什么地步呢? 可以说是知己, 是知友, 是你中有我, 是我中有你, 属地平定之后, 邓爱开始驱躬自傲, 形势作风也开始变得越发的霸道专制, 不得不说, 邓爱虽然在政治方面或许不如中会那么敏锐, 但是在带军打仗方面, 邓爱的能力可以说是顶级的存在, 以至于此时的中会认为, 他目前最大的绊脚石, 就是他眼前这位骄傲自大的邓爱, 某一天, 中会偷偷地对司马昭说邓爱有谋反的心思, 与此同时, 魏冠, 狐猎和施子安等几位大臣也向司马昭表示邓爱有谋逆的举动, 邓爱本就功高盖主, 而邓爱本人的形势风格又十分高调, 此时就是任凭他邓爱有着天大的功劳, 这顿查了也是避免不了了, 警员五年侦扎爱欧, 朝廷送了邓爱一辆囚车, 令邓爱必须坐着囚车回京, 司马昭此时还担心邓爱会拥兵自重, 不服从命令, 于是命令中会连夜赶往成都, 就在中会带着司马昭给的军队出发之后, 此时的中会认为自己已经算是明镇天下了, 既然自己可以帮助司马家夺取曹魏的天下, 那为什么中会自己不能做主公呢? 中会为什么不能占据蜀地, 与他司马家也来个三国鼎立呢? 因此, 中会打算举兵反叛, 中会此时还联合蜀国昔日的国助江维, 打算出兵占领长安, 以长安为根据点, 然后图谋天下, 还没等到中会等人来得及大展拳脚, 司马昭这边突然来了封信, 信中司马昭表示自己担心邓爱会不服从命令, 万一再带兵给你们打了多危险啊? 于是司马昭就派带人一万多士兵驻扎在乐城, 司马昭自己则带着十万大军驻扎在长安, 亲爱的中会, 我们马上就可以相见了。 中会在看到信件之后, 顿时吓得冷汗直流, 眼看着司马昭自己带人要到长安了, 中会觉得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对曬身边的亲信说道, 只是一个区区瞪爱而已, 司马昭知道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但是如今他却亲自带着大军前来, 想必肯定是发现了这其中的异常, 我们赶快行动吧, 如果此番行动顺利的话, 我们就可以夺取天下, 如果不顺的话, 我们还可以退回到蜀地, 学着刘备当初偏安易于, 与他司马昭也来的三分天下, 自从淮南之战过后, 我就已经是声名大噪, 像我这样功高名胜的人, 哪能有什么好的归宿呢? 这里忠惠所说的好的归宿, 这一问题, 不知道是忠惠无奈的感慨, 还是忠惠自满之后的狂妄, 反正忠惠是决定不会再低调了, 他以后要当一个高调的主公了, 在珍珠L15这天, 忠惠先是送走了邓爱, 邓爱走后忠, 会第二天赶紧就敲锣打鼓召集军队, 将士以及蜀汉之前的旧官, 并在蜀汉的朝堂之上为郭皇后发丧, 称自己是带着郭皇后遗嘱, 奉命起兵讨伐最臣司马昭, 之后忠, 会还让大家伙签字画押, 表示大家都是心甘情愿跟随自己搞事的, 可不是自己威逼利诱的呢? 之后, 忠惠让自己的亲信开始领兵带队, 管理各路人马, 但是问题是忠惠从曹魏带出来的这些位将军们, 根本就不听忠惠的, 忠惠没有办法, 只能把这些不听话的将士们都关了起来, 并派人严加看管, 防止他们跑出去通风报信, 忠惠当时有个非常信任的部下名叫邱剑, 他曾经是狐猎的手下, 此时眼看着自己曾经的老板受苦受难, 邱剑于心不忍, 于是就建议忠惠道, 应该派一位亲信去伺候狐猎, 以及其他的诸位, 部将也应该都要好好对待, 不管怎么说, 大家以前都是自己的好同事。 忠惠心软, 关起来后也没有再为难大家, 可此时的狐猎却趁机胡编乱造, 编造了一个谣言说中, 会大家挖好了坑, 只当找个机会, 就给大家统统打死, 就坑埋了。 大家一听这话顿时都人心惶惶, 都害怕哪天忠惠惠真的杀了自己, 这时候就有人对中惠献祭, 表示此时应该把衙门以上的管理统统杀掉, 要不然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事, 搞不好还会动摇人心, 破坏为我们的大忌, 但是中惠却却一直犹犹豫豫, 始终是下不了这个杀心, 不杀他们他们会蛊惑人心, 可若是杀了他们, 未免太过翻脸无情, 而且大家也会因此害怕自身安危, 搞得人心更加涣散, 似乎怎么选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Gen Giles 18日中午, 狐猎带着儿子与部下们一起出门击鼓, 此时个陆士兵一听战鼓响了, 也都纷纷跑了出来, 争相恐吼地向着中惠的所在处冲了过去, 中惠在听到外面兵器交割的声音之后, 惊恐地问身边的姜维该怎么办, 姜维说那还能怎么办, 打呗, 是死是活就看今天了。 锦园五年, 正夜十八日, 中惠与姜维死于乱军之中, 这场兵变彻底结束了中惠荣耀的一生, 同时也彻底结束了姜维守护蜀汉的使命, 对于这场中惠之乱, 很多人认为中惠之所以敢, 就是因为太过于高看自己, 鞠躬自傲, 也有人觉得, 中惠之所以会反叛, 纯粹就是无奈之举, 是为了保护自己性命的决定,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 或许中惠是因为姜维的蛊惑, 才会上头, 获出性命去跟司马昭队一干, 回顾中惠的一生, 我们发现, 中惠一生足智多谋, 很擅长政治权术, 而中惠之所以会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 一句, 四海所共之也, 我欲持此安忽, 就已经解释清楚了, 这句话说明此时在中惠的心里已经认定了, 继续在司马昭的手下打工, 绝不会是自己最好归宿, 无论司马昭会不会杀他, 他以后的生涯也都不会再有进步了, 那既然打工已经是无望了, 那就不如自己做老板, 这才是制始中会想要铤而走险的根本, 稍微调整理所内, 很重要的听似的根本, 我喜欢你做老板, 在做老板, 就把老板的形式放大了, 我喜欢你做老板, 就是你做老板, 如果没有老板, 你应该不会不想再做老板, 就是你们给互相其费来的根本, 然后再报道仇, 我觉得你听不老板就是老板, 感谢观看